大家好,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四 第一件事就是北水,昨天又入碟進來 入碟進來最主要是買一些來房等等 然後我再看看升地板塊 地產當然是升得最多 因為內房方面有白名單等等 然後汽車都可以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再看看 地產上升了 銀行不升 而銀行也升了 基本上的問題就可以好解決 因為銀行和地產兩者一定是有相關的 再看看個別的股票方面 融創當然是升得最強 碟桂園升得最強 17% 百度集團當然是升得最強 因為業績好 騰訊是一般的 阿里巴巴不太好 小米是回調 基本上 我們再看看其子方面 其子方面都是跌下來一點點 這裡好像做了十字星 希望今天還是繼續這樣 而明天就可以回到上海就最好 守住保利加通道中足 經常都要說這件事 守住這裡 然後就是 上破這裡 守住下面 上破上面 世界就很美好 其實只需要上破這裡 都已經很OK 上破這裡 即使說 大致上是保利加通道頂部 保利加通道頂部是18094 那今天有什麼股票呢 今天三隻都是內房股 第一隻是龍湖集團 這四天都是很多資金流入 不用想